在诸多的病症之中,癌症两个字几乎让每个人都闻之色变,一旦被医生宣布化癌,人生也会随之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。 好在如今癌症并不等同于绝症,离癌后康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,所以很多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也是渐渐燃起了对生的希望,只是三番两次的离癌就实在令人有些绝望了。 而有东方特快车之称的职棒教练郭泰源,2001年曾得肝癌,结果2017年又罹患下咽癌,索性在老婆张琼兹及两个宝贝女儿的照顾下,逐渐走过抗癌之路恢复健康。 据媒体报道,先是由张琼兹的姐姐张琼玲在网络公开全家人替郭泰源庆生的画面,照片中张琼兹的妈妈,姐姐和妹妹开心大集合, 郭泰源则疑似喝酒脸红红地,面容气色良好,全程开心微笑,和老婆张琼兹家人感情也十分融洽,几乎每个家人都抢着轮流和她合照。 而她那有最美心二代之称的大女儿郭思瑜,也甜蜜地把受搭在爸爸和外婆的肩上拍下三代同框画面。 当天张琼兹则疑似晚到,直到最后一刻才赶上为老公庆生。 她受访时表示,当天因为在赶拍戏剧,等下夕后才赶到现场,而且餐厅九点半打烊,结果她九点半才赶到,到的时候蛋糕都切完了。 此外,她也没有透露郭泰源许的是什么愿。 至于身体状况,她说,老公的健康状况很好,身体很健康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1981加入合作金库棒球队,开始展露头角,在第十二届亚洲棒球锦标赛队韩国队一役,投出了154公里每小时的快速球,并在一日之内对日,韩连投17局无失分,自此引起了世界棒谈的关注。 1984年的时候,又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中华代表队的身份活跃,于大会中投出158公里每小时的生涯最高球速,吸引了美日之棒球团的注目,之后引爆日本之棒西武师队与独卖巨人对间激烈的抢人争夺战。 但因为高中时期日本西武队工作人员曾经探视,鼓励他,让他萌生将来能在日本打球的希望,故婉拒其他球队,加入西武师队。 奈何事业出色的他,在年过半百之后,他竟突然被爆因肝癌入院开刀,而且后来刚确诊患有类型肝炎。 隔月又发现了瞎咽喉癌,他当机立断决定在台大医院开刀。 当时消息曝光近24小时后,他的妻子张琼兹终于发声,表示原先家族成员大部分不知情,一度为此乱了套,也澄清郭太元目前状态很好,现在很健康。 之后在进一步采访时,问及丈夫郭太元的病情,张琼兹勇敢表示, 没事,尽全力去面对,紧接着就婉拒回应郭太元的病况,直言无法帮对方回答,但透露老公状况很好,也能跟女儿买菜下厨享天伦乐。 其实长期耕耘职棒工作的郭太元,确诊之前在外地就出现发烧症状,但他不断用意志力压住病魔,后来回台时诊断得到急性肝炎,咽喉癌开刀后也迅速返家休养,但随后还是无法避免化疗。 张琼兹私下相当心疼老公承受接连的压力,常与好友难过诉苦。 不过,郭太元再次离癌虽然对张琼兹打击甚大,但对外都交代女儿和好友不可泄露郭太元的病情。 好在二女儿很坚强,不断为爸妈加油打气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中华队吞下三连败出局,因此背负许多压力,张琼兹也曾和大女儿郭思瑜不忍郭太元受外界指责。 曾在社交平台上为他发声。 至于他当时疯狂皆喜,也是想靠着忙碌生活冲淡伤痛和转移注意力。 郭思瑜则在社交账号中希望神明保佑,祈求为父亲承担病痛,称最想要的心愿只是父母可以平安健康。 更是质问苍天这个愿望很奢侈吗? 孝顺的他,也表示愿意放下所有尊严,用一切交换家人的健康,还祈求任何可以求的神明。 不求无故痊愈,只求能转到他身上,让他替爸爸承担。 但与李矮想必,郭太元当年因张琼兹出轨而引起的婚变,似乎更被人称道。 张琼兹早期是从模特儿出道,一脚踏进演艺圈后戏约不断,即便婚后淡出荧光幕十年,都不曾被观众淡忘。 1993年的时候,郭太元和张琼兹结婚,婚后张琼兹跟随丈夫到日本定居,从大明星转为家庭主妇,安分地等着郭太元打完每个球季回家。 由于体质难受孕,经由试管婴儿的方式才顺利生下两个女儿,看似幸福和乐的家庭,却在搬回台湾后一息走掉。 郭太元检查出癌症之后,必须进行手术和化疗,此时张琼兹竟然又被拍到和潘若迪单独在车上优惠,车身甚至出现不明晃动,引起轩然大波。 当时郭太元气得离家出走,打算离婚,在张琼兹极力的挽回之下,两人才破镜重圆,继续维持着夫妻关系。 贪若迪事发后则时饮一个月,再度现身时才公开道歉,坦言没有拿捏好师生之间的距离,知道张琼兹和郭太元夫妻重修就好,才松一口气。 事隔多年,张琼兹被问到当年的婚变,表示,不是为了孩子才留住婚姻,自己也没那么伟大,是真心觉得不会再找到比郭太元更适合他的人了。 然而夫妻俩生活中的磨难,还远不止如此。 解郭太元身患癌症后,媒体又爆出张琼兹因心脏问题入院的消息。 他证实此事,坦言心脏确实出了小问题,被医师诊断出有二肩半膜脱锤,也迅速入院进行了心脏电气烧灼手术,不过恢复情况良好。 治疗后当天就已经出院,没有开刀,目前仍遵照医师指示,维持生活作息正常。 此外,他过去习惯打拳击有氧,事后回想可能与他曾在日本遇袭有关。 原来,他婚后有段时间与郭太元住在日本其遇,有次他在返家途中,被一个西装男子拿公式包袭击,他大喊救命,惊动电车站旁管理员后,西装男子才落荒而逃。 后来郭太元每天都到车站接他回家,可能因为此事让他心里种下阴影,所以觉得自己会打拳的话,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。 夫妻俩结婚到今年已经迈入第29个年,漫长岁月里夫妻俩经历健康和婚姻危机,为了女儿及家庭完整,都咬牙撑过来。 张琼兹曾透露他口中的郭哥哥就连住院也是强人,插鼻胃管竟然自己灌安宿,思虞和思维姐妹则轮流睡病房。 郭思虞还笑说,妈妈腿太长,她腿短睡病房很刚好,母女个性很像,都习惯笑笑地讲难过的事,不爱打杯琴拍讨拍。 郭太元就像一般传统父亲,他爱下厨,每天去买菜,洗洗,炒炒,变出各种可和餐厅匹敌的好菜,思心想把女儿们都喂到很胖,觉得能晚点家就晚点家,如果女儿带男友回家,她就板起脸孔,连正眼都不瞧对方一下。 所以郭思虞有心事不太会跟爸爸讲,而是跟如同朋友一般的妈妈讲,张琼兹都会持开放态度,甚至会邀女儿的男友去吃饭,看电影。 而郭太元在1985到1997年任职日本职棒西武师队的13年间,薪资总计达10亿4120万日元,返台后先后担任程泰,统医师总教练等,年薪约300到400万台币。 他现职为中华职棒富邦汉将顾问,虽接近半退休状态,但却是球队重要的存在,职棒投手陈宏文就视他为贵人,曾透露跟郭总讲完话就充饱电,而他虽不在任总教练,但因富邦惜才又舍得给,推估年薪仍有300万左右。 令人欣慰的是,之前他也成功入选棒求名人堂,老婆张琼兹和女儿郭思雨也现身受证典礼,郭思雨还对着老爸大喊,我爱你。 郭太元也以改平时不苟言笑的态度,感性地公开感谢老婆和女儿,说,很荣幸家人有跟他一起来,很感谢家人,也知道家人一直以来承受的压力比他还大。 最后表示经过风风雨雨,永远都是一家人,说到生活方面,其实以他的身价要养活一家厮口绰绰有余,但郭思雨却仍旧选择去西餐厅打工,时薪130元,老婆张琼兹更是不爱当贵妇,多年来没有放弃演戏,女儿还小时,每逢暑假他就放下一届带他们到美国游学。 女儿长大独立后,他戏约不断,仍活跃在荧光幕前,光这两年就拍了至少五部戏,戏份不多但推估年收百万,而他不爱上谈话性节目到人长短或分享家庭秘密,所以业外酬劳倒是不多。 看过这些故事,正如郭太元自己说的那样,只有经历过真正风雨,供过患难的才能称之为一家人。 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不快的事情,至今也全都烟消云散了,祝福这一家人善心永存,共同迈进更美好的人生。